年度宗教盛世 大甲妈祖绕境在17号深夜回鸾镇兰宫安坐 没有想到抢在大甲妈安坐之前 却再次发生了暴力冲突 就在鸾教行经光明度的一间槟榔滩前方 34岁的槟榔滩高兴老板 喝了酒之后想要弄牛咖 被阻止心生不满 就跟朋友拿着金颅筒跟塑胶椅 想要砸上鸾教 虽然及时被警方阻止 但却引发一波火爆的推极冲突 大甲妈回鸾最后一里路 信重促勇鞭炮狂炸 这是一旁有名黄衣男子冲了出来 拿着金颅筒要攻击 妈祖乱叫 警方发现立刻围起人墙伸手阻挡 但金颅筒还是被丢了出去 警方点名手快一个出手盖火锅 下一秒冲突一触即发 一群人朝着警方人墙猛推叫烧 更有人趁势丢出塑胶椅 挑衅动作瞬间把警方惹怒姿势 动手的一个都别想逃 大甲妈九天八夜绕境 最后一天回轮安坐 没想到就在行经大甲公民路 一间冰篮摊前 34岁高姓老板酒后想钻教底 被叫办人员制止心生不满 和朋友拿着金颅筒和塑胶 敲响最终场的大甲杯格斗赛 在执行大甲妈组饶禁回软请务的时候 某冰篮摊负责人 罪朋友执金如同 宿教于等物欲执向乱教 执行人群发现后立即自职 并将相关人等待回分局理清 警方受江氏案的三名男子 带回一刑法 聚众斗殴 妨害公务等罪侦办 也让2022大甲妈绕镜的火爆冲突 在天一桩 借将王东山洪杰明台中 差不多